你后来是怎么接触到的主持啊 接触到主持 那可能跟我辞职之后 大概在三月份的时候 我已经打算辞职了 然后那个时候就刚好看到了 成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培训机构 我很感兴趣 然后就去看他们的一些公众号 去了解 然后我觉得我可以尝试一下 我去进行 至少先去一个线下课程的一个学习 每个人的这个梦想都源于一个契机 你这个梦想有什么契机或者故事 怎么说呢 因为我从小到大是一个 可能不那么被关注的人 就在一堆人群当中非常的频繁 然后我也希望说 我能不能有一天 我能够站在舞台中央 我也能够是被关注的那一个 主持人的话 他可能就能够有这样的一个 我不想听你的描述 我想听你的故事 杨远晴 你得听得懂我们问你的是什么 资料都是你的经历 我在挖掘你身上的点 关于你主持的梦想 是源于一个促销的活动 对不对 对 为什么始终说不出来点呢 你打不到你怎么面试呢 你怎么展现你的优势呢 对啊 你就说一下那个 你当时为什么要做主持人 到底发生什么事 你接下来跟我们讲故事 说那个事情发生什么场 什么事情在什么场景 感觉他越来越紧张还是怎么样 虽然他脸上在保持着笑容 但是我觉得他的沟通表达的能力 在逐步地下降 当时那个活动其实是一个非常小的活动 就是一个促销活动 他们请了这样的一位主持人 然后我当时是促销员 我做的是这份工作 而他做的是一份主持的工作 那我当时看着他 我觉得他的这份工作很有意思 那他穿着很漂亮的礼服 站着那拿着话筒 跟大家说 这个我们现在这个活动 我觉得很感兴趣 那我说为什么我只能说 去做这个工作 我为什么不能做那个工作 就是源于这样的一个想法 我特别想问你 学那个主持人的这个事 学了多长时间 就你现在站在那儿 一直像个主持人一样 不停地在 学的时间没有很久 课程其实是半个月 收了你多少钱 钱的话可能一个月的工资的样子 我还是那个问题啊 我最后一次提醒你 杨远晴同学 一个月的工资 你知道这台上算我在内 每个人的工资都不一样吗 远晴 你现在听懂老师的意思了吗 我们要的是结果 不是你这样很累 就问你学费多少钱 四千八 就以后回答问题就是 多少钱四千八 好的 别绕别加修士词 而且你知道吗 远晴 你本来学的是这个理科 还学计算机呢 你的逻辑性和你理解 事物的这个能力 我真的觉得太弱了 我觉得他的沟通非常地累 我们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然后我们问的问题呢 他也回答不在点上 我刚才跟那个董老师说呢 我说他好像是受过 什么样的训练 对对对对 但滔滔不绝地讲 但是都是有 好像听起来有道理的废话 没有重点 你其实你知道吗 包括那个绅士都是 手位都是这样的 对对对 你看你的表情 语言 节奏 全都是 一个调调 但是没有内容 就我可能平常说话 我手可能就会动起来 就你平时跟父母说话 也是这样 妈我们吃饭了 妈妈 过来吃饭 爸爸你身体好点了没有 没有 那没有 你平时说话也这样子吗 你从上场 你那个手一直是这个动作 你知道吗 你自己不自觉的 你应聘的岗位是新媒体的运营 你所有的表述是围绕我要达成的目标 新媒体的运营 就是接下来问到和工作有关的 和你的意向岗位有关的时候 你都要围绕新媒体运营这五个字来展开 要吸取刚才 我们跟你聊个人经历 你的不足 只是我自己平常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可能我会不自觉的我的手 我的这种动作 肢体动作会比较多 这确实就是我平常的状态 跟培训班可能没有太多的关系